第47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哇塞 你要请我吃饭了 被我说中了 阮金天 仔细看 眼前这一幕 发生在2010年第47届金马奖上 这一年 在最佳男主角的竞争环节 年仅28岁的阮金天 在自己出道的第8年 凭借影片梦霞 一举激败尼大红 王学奇以及秦浩 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 不好意思 我今天带着我的兄弟 我帮他自我介绍一下 这好我是孟赵又婷 take a break 休息一下 说正经的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是自己 因为以前许家的一个愿望 希望自己加入演艺圈 去演戏这件事情 只要能在20年内 之内拿奖就好了 真的没想到 这一晚 为了给阮金天造势 主办方在开奖前 就给他预留了 足足三分钟的时间进行采访 我很好奇的是 你觉得自己可以得奖的机会有多大 刚秦浩说了 就数学算起来应该是25% 可是我听说你半年前 就已经把得奖感言想好了 不是十年前 会不会太早了一点 你觉得如果你今晚真的拿了 最佳男主角奖 赵又婷笑得出来吗 他这不是笑得很灿烂 甚至还特意找来阮金天 当时的女友徐伟宁 来为金马奖制造话题 今天来是帮他加油的吧 当然 听说你在他生日的时候告诉他 他想要什么 你就要送什么 我说如果他得奖的话 他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他 小孩子你又怎么 你又怎么 我 我不能让这个荣幸知道 你如果得奖的话 你想要什么 没关系给我真实的答案 他真的不知道 可令阮今天自己都想不到的是 这好不容易才拿到了影帝 结果却被外界置以为 醉水金马影帝 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 当年秦浩在春风沉醉的夜晚中的表现 要更为出色 但是对于批评也好 对于质疑也好 其实很多时候变得 我就是今年的男主角 怎样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但是所以也是从四七界以后 其实我记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处于那种迷路的状态 直到2023年 电影《周楚楚三害》上映之后 阮青天整容室的演技 就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甚至连明道都因这部影片 实实在在地诱火了一把 小天 他们最近都在跟我说 我演的《周楚楚三害》很好看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 就是怎么样能够解释 就是那个是你演的 不是我演的 可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这回他将稳夺金马影帝之时 吴康仁却从半路杀出 怒夺最佳男主角一讲 我们都应该值得为我们 所拍的电影骄傲 但我相信我们都不会自满 因为我们真的很爱电影 我真的很爱表演 谢谢你 谢谢 尽管吴康仁的入围影片 富都青年 无论是评分还是影响力 都不及软今天的《周楚楚三害》 可他却凭一己之力 撑起了整部电影 尤其是这段15秒无台词的演技 更是直接封神 我真的没有想过会拿 会入围金马奖 因为错过太多次 就已经错过到了一种习惯 虽然没能拿下自己的 第二个金马影帝 可身为当晚的半奖嘉宾 陈以文就贴脸开大 在线周楚明场面 邦软惊天化解了 十年前 因缺席第五十届 金马影帝影后大合照 留下的心结 接下来 我说一句 你跟着我说一句 我热爱电影 我热爱电影 我认真演出 我认真演出 我绝不中途离席 怎么不说呢 我绝不中途缺席 好 都过去了 就像我们再也不能 拿新人奖一样 都过去了 至于在周楚之后 阮今天还会带给观众 哪些精彩表现 也让我们拭目以待